一花以世界,一夜以如来 会改善个人的处境 迎来一番风顺的境况 一旦选错了 很有可能会让自己陷入长久的尴尬之中 久久无法走出来 生活职场是这样 爱情也是如此 遇到心仪的对象后 每个人都会心生期待 希望在时间的流逝中 能够与那个人相处愉快 从恋爱走到婚姻 每天都能过得丰富多彩 可是 情感的世界里 不乏多情总被无情伤的现象 当你自以为 遇到了可以相处一辈子的人 殊不知 对方只是你人生的过客 当你全力以赴 努力成全爱情的时候 对方却在某个转弯的地方 果断提出了分手 在这个时候 你不得不做出新的抉择 是为爱执着 还是选择从此放弃呢 一 爱情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对于女人而言 她们情感细腻 容易痴情 一旦浮出了感情 如同泼出去的水 就再也受不回来了 即使有一天 她意识到了 自己撞了南墙 或者上错了花轿 一些女人也能说服自己 为了爱情坚持下去 结果之下会如何呢 有句老话这样说 你永远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很有可能 女人在跌跌撞撞中 与幸福渐行渐远 或许你自己 在这份感情里 被自己的付出 感动得痛苦流涕 但是 你永远无法感动 一个并不爱你的人 谈情说爱 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赌场 而是两个人之间的 你弄我弄 在彼此的互动中 才能让爱情 一步步升华 迎来幸福 美好的婚姻 那个人若是不爱你 你就不要执着下去了 这样只是在 作践你自己 毕竟 你的坚持 未必就能打动他的心 即使可以打动对方 可能需要你 花费很多的代价 甚至最终 会得不偿失 二 爱而不得 你要学会取与舍 一份美好的爱情 从来都是两情相悦 彼此三观不合 两句话说不到一起去 想要擦出爱情的火花 将会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伴随着 分歧和矛盾的产生 双方都会不自觉地 在内心深处 设门槛 两个人继续交往 如果没有打破门槛的机会 彼此很难成为情侣 同样的 即使有一方心动了 另一方紧锁心门 不给对方追求的机会 一样 无法让爱情变成现实 两个人之间 也无法达成真正的恋情 爱而不得 是情感世界里 一种普遍的现象 并不是你表示了好感 对方就一定能接纳你的爱情 别人向你表白 你就一定要委屈求全 选择一份你并不看好的感情 如果你深爱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却对你无感 应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学会取舍了 继续坚持下去的结果 很有可能让你继续碰壁 而你选择放弃的结果 会让你感到一时的不舍 三 恶于法则 教你如何去抉择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在生活中是一种常态 当面对抉择时 如何把握好取舍 不仅是一件考验智慧的机会 更是一种验证毅力的事情 许多人都能够明白 孰心孰众 但是却因为毅力不足 下不了狠心 结果让自己陷入长久的被动之中 吃了不少的苦头 需要取舍的时候 本身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心理学上的鳄鱼法则 能够深刻地描绘出 一个人在困境之中 应该怎样做 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方能避免吃更多的亏 那么 什么是鳄鱼法则呢 假如一只鳄鱼咬住了你的脚 如果你用手去推挡鳄鱼 以把脚挣脱出来 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与手 你越是挣扎 被鳄鱼咬住的身体范围就越大 唯一的方法就是牺牲一只脚 鳄鱼法则 在爱而不得之后同样使用 一份感情不属于你 你越是纠缠下去 只会让你越陷越深 久久无法从失落的情绪中走出来 与其长久的伤痛下去 倒不如遵循鳄鱼法则 又壮实鳄腕的魄力 从此将其彻底放下 四 没有遇到对的人 长痛不如短痛 两个人有缘相遇是不是真的合适 还需要通过相处才能知道答案 遇到一个足够真诚的人 他有与你交往下去的念头 便会用包容的心态 努力接纳你的一切 用心给你知冷知热的感受 从而让爱情一步步赢得升华的奇迹 而一个只是和你玩玩而已的人 他不会在感情里投入太多 即使那个人会用情话哄你 也会用一些惊喜取悦于你 但是谈及婚姻与家庭 他就会避而不谈 因为这个人并没有与你 长久相处下去的意思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的真面目 就要在这份感情里 做出必要的选择了 还有一种可能 你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如何纠缠下去的结果 只会影响对方的家庭和幸福 对你而言也会失去做人的底线 那么这样的爱情 也无法给你幸福的保障 爱而不得时 你该明白恶于法则 别做了 也别执着下去了 放下一份感情 固然会让你感觉不舍 但是从长久的幸福来看 你应该做出这样的抉择 长痛不如短痛 趁着你还没有身陷 几时走出来 才是正确的选择 5.使劲作 留不住不爱你的人 爱情面前 有些选择是迫不得已 但是你却不得不明白 俄语法则 并且果断地给出明确的答复 尤其当你面对一个 并不爱你的人 还是就此选择放下了 与对方继续纠缠不清的结果 只会让你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你流泪再多 也无法感动一个 不在乎你的人 你选择自我作践 只会成为他人眼里的笑话而已 如果有朝一日 你爱而不得时 还是痛下决心 不要继续纠缠下去了 因为你一直关注痛苦的结果 只会让你失去更多的快乐 不要因为一棵歪脖子树 而放下了整片的森林 如果那个人并不爱你 在那份感情里 你找不到幸福的感觉 还是从此放下吧 唯有真的放下了 舍弃了一份不该有的感情 你才能获得真正 属于你的爱情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